我們回到5月30日的《啤梨漫步》 今天我們的溫單真的非常非常忙 正如我們一早已經說好了 今天我們會有兩節節目就是《彤彤萬利人》 有兩節節目 不能說是介紹產品 當然 對我來說 關心你們的健康 是次要的 最主要就是我覺得這些產品 能夠幫到我的生意 我是不是很老實的 這是事實 當然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都是苦衷作樂的 正常來說 我現在的態度是最好的 我覺得在香港生活 盡量 準備多些關心 我的《My TV Super》如何可以刮到 我昨天說過我刮不到另一個《My TV Super》 《My TV Super》 我的網上看 原來人們 普遍認為《My TV Super》是比《有線線線條件更難》 有線線線條件當日你也有一個人可以把刀子 去草灣那裏 你要賣TV Super 你看我去哪裏 去捉賣電視乘 是不是呢 究竟 我真的要試一下 你是完全接觸不到任何人的 怎樣打電話都好 我留電話 他就有一個人聽 哎呀好忙啊 我沒有男人去 我說了 我們會盡快回覆你 兩天之後他都沒有人回覆我 我再打他就變成連人都沒有了 請你留下電話 我們的服務員會盡快回覆你 那又一天了 接著我上網看 原來這個是比有線電視更難切 那裏我們不要說 我們留下在香港 我都說天不變就地變 地不變就人變 人要轉 改變心情 有很多改變的 那是不是這麼容易呢 但是譬如我們看到鄧麗欣 一會兒可以去說一下鄧麗欣那件事 為什麼呢 我覺得真的是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東西 真的可以看到香港人 所謂的民主或者自由 那種看法的對他們 OK 那 不要緊 我們慢慢說 當然最大的焦點 天氣是這樣的 真秋別鼠 還有一些涼 最近我穿長袖衣服 因為我似乎穿短衣短褲之後 我發覺還沒吃五月腫 當然可以上去頂 其實也是有些涼 有時候早晚 有時候下雨 有一點涼 我吃早餐或者晚上吃飯 甚至會凍 是的 冷的我 年紀大了 你年輕的你還沒知道 你不要看我這麼大隻 或者我直接冷到 頂不住了 趕快要拿 給飯盒 拿著吃飯 錯出門口 香港的冷氣怎麼那麼冷呢 就沒辦法解釋的 其中一個原因 我所知就是 例如那些餐廳 第一 香港人 比如我們去歐洲 日本 當然是說弄冷嘴 二十六度都說冷氣 你不覺得 香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濕 尤其是餐廳那些 它要開得很大 地下不濕 就冒霧線親人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OK 好了 我只是這麼說而已 去到山西 我們首先當然 每一來 很多網友會繼續問我們 究竟幾時搞兩人團 大家放心 OK 我明天 就會申請這個回鄉 即是網上申請回鄉證 是嗎 明天我首先拿了第一件事 明天我可以星期五 五月三一號 可以拿回身份證 幾天接過原來真的很快 即是拿個身份證的正本 OK 那我的護照 特區護照申請了 他說 本來他承諾五天 現在多人搞 可能要久一點 要我留意信箱 即是他寄個掛控信給我 公信我去拿 那我就申請了個回鄉卡 那到時我就可以和你 一起回到這個大陸的神租大地 看看那些景色 是嗎